針言第三十一章 第二十八節 他兒女起來稱他有福 法力丈夫也稱讚他 原來為何新約舊約對信仰的價值觀那麼高 因為主耶穌基督已經自己成為榜樣 讓你知道他都一樣是為這個信仰而死的 這個信仰的價值 連救主也要為這個信仰價值而死 而成為我們的救贖的話 那你又算是甚麼呢 所以救約的時候 其實神已經是藉著聖殿去這樣教 甚至不單是會莫的造成 是完全集合他們在埃及所得回來的寶石 每一樣東西去擺在聖殿當中成為他的一個代表 讓那些人守折 每一樣東西 你想想 他們看著聖殿的時候 他們就看著 連潛意識都知道 他是看著潛意識裏最多錢最貴的建築物 對不對 而事實上我又可以說多一點給你知道 當聖殿做出來的時候 更加明顯聖殿的價值是比皇宮更貴 因為大衛做的皇宮有沒有包金 當然沒有 只是大字而已 但問題是 大衛所有的積蓄 全部都拿出來 把所羅門的所有財富一起去建造這個聖殿 所以就算在大衛的時候 聖殿的價值都遠遠比皇宮貴的 你知道嗎 所以當全以色列人向著聖殿前進的時候 他們向著全以色列最貴的建築物前進 而在那裏守折 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當其實每一個人面對一個認真的信仰的時候 你一眼看就知道 這裏其實是想說什麼 這不是偶然由人決定他這樣做 是神指定會一顆寶石的編排次序 這樣擺在胸牌 他編排每一條金絲 怎樣去積而做這個會幕的萬子 他講到關於每一件的木頭 每一個的落落沙的這些座 怎樣包金 他全部講得很清清楚楚 這些不是偶然之間的人想出來 全部是誰授意去做的 是神授意去做的 那些金、銀就是這樣用完 你知道嗎 當時以色列人來說 你想想那一座 建築物多重要和多貴重 為了什麼呢 你有沒有想過 因為如果說 金銀寶石神 都是說這些是貴重的材料 因為在啟示錄 清楚讓我們知道 聖誠都是用這些金銀寶石的材料 去建造出來的 原因就是神告訴我們 原來我們來到這個聖殿的時候 我們就要對信仰這麼認真 因為財富是一種 我們很認真地面對的東西 很認真地賺取的東西 原來我們要帶著 這麼認真的信仰 進入這個聖殿當中 去向神獻上 一樣是我們極之寶貴的信仰 神看重的極之寶貴的信仰 所以將來代表了 我們信仰的聖殿 是全部用金銀寶石 去做出來的 不是地上的金銀寶石 是我們信仰的金銀寶石 這就是保羅自己 他在前書第三章 第十節 就是清楚說 我們這個信仰在神眼中的價值 因為在我們眼中 你看不到這些金銀寶石 或者草木和佳 但在神眼中看到 這就是為何神 是用金銀寶石去做這個聖殿 因為就是提醒我們 你去到這個聖殿的時候 那種應該有的認真程度 因為那個是最高價值 神用最高價值 它代表了我們信仰的操守 信仰的情操 但也是因為我們完結 我們一生 將我們的信仰付出 在神眼中 累積了什麼在神的面前 認真的就是金銀寶石 所以《草木多前書》第三章第十節 講我 我照神所吸我的恩 是不是神給的恩 不是人給的恩 或者是自己創造出來的 是神所吸我的恩 幸好有個聰明的工頭 立好了根基 有別人在上面建造 他所講的根基和建造 就是講教會的系統 教會的信仰認真程度 五層即時的設立 和五層即時應該有的操守 和榜樣 指示個人要謹慎 怎樣在上面建造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穌基督 此外無人能立別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 草木和佳在這根基上建造 個人的工程必然顯露 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 有否發現 這火要試驗個人的工程 怎樣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賞賜 人的工程雀被燒了 他就要受虧損 自己卻要得救 雖然得救 乃像從火經過一樣 現在你看不見這裏所講的 我們的信仰 在神眼中的價值 因為這些是金銀寶石 或者草木和佳 不是我們眼中看到的 OK 而這個試驗的火 都不是我們眼中現實 在生活中看到的 但問題在永恆裏面 當一經過試驗之後 你整天眼中就是金銀寶石 還是草木和佳 全部唏噓嘆色 這就是我講信仰的認真 真言第31章 第28節 他的兒女起來 稱他有福 他的丈夫也稱讚他 我正經世聽神詩音 滿在信心 仰望我神 於主聖上言可可 憾證我主詩如夢 敬佩世間 離我放隨罪監 狗仔彈金牽塵 神念敏煙 神念敏煙煙 黑神榮你乾淡 現隨你以前 要照兩種心 我復信我上帝永遠 這世代諸心活搖陷 要去去 要漸刺毀 去點灰塵 我覺信我上帝永遠 臨近 為安見 天空眾聖宵 動人或分 神念 熟天掛導營燈 因為生灰設 千語